今天雨姐带你磕糖了 不懂就问 这种双向奔赴的病情 真的能磕吗 白露罗云熙应该是合作过 最多次数的情侣搭档了吧 一般这种情况 大家会事先官宣磕糖 还是先造谣案头啊 摆脱张灵鹤老师 嚷嚷罗云熙吧 她都35了 她这种搞笑男真的不能单身太久的 罗云熙助孤生的气质 把自己都迷到了 接着让罗云熙二选一 要游戏还是要女朋友 罗云熙选择 要一个会打游戏的女朋友 如果女生会打游戏的话 对罗云熙来说 是一个永远的加分项 如果女生不会玩游戏 但是学习能力很强的话 罗云熙也会考虑 因为罗老师会亲自带你有上分 不过罗云熙认为 目前她出于男艺人的责任感 工作太忙 压根没有时间谈恋爱 如果跟她在一起的话会很惨 因为两人都没有什么时间在一起 但是吧 罗云熙老师说没有时间谈恋爱 但是她却有时间玩游戏 还说跟白鹿玩游戏的时候 直接被白鹿带飞 一般男生打游戏都会口吐芬芳 可是跟白鹿打游戏的时候 白鹿作证 罗云熙从来没有骂过人 依然是个温柔得体的美男子 女孩子陪男孩子玩游戏 只有一个理由 除了喜欢还是喜欢 让一个男孩子玩游戏主义形象 也只需要一个条件 就是跟他喜欢的女孩一块玩 白鹿带玩游戏这一点 符合了罗云熙择偶的唯一标准 这一点您细品 您细细品 当然 更有趣的是 白鹿还是罗云熙的吻戏启蒙老师 两人有着亲过嘴的交情 谈起吻戏来也丝毫不耸 白鹿为了拍好吻戏 编夜收集了许多 韩剧叫歌书吻戏视频给罗云熙 让罗云熙学一学 韩剧男女主角是怎么亲的 在新剧长月静明拍戏现场 罗云熙主动加吻戏 霸道地要求白鹿 亲我 感情这是上一部戏还没亲够是吧 越战越勇 不过话说回来 导演才是真的难吧 别人的吻戏都是暧昧感十足的拉扯 而白鹿与罗云熙的吻戏 是头发勾在一起 朱打一个千丝万缕的爱 是用下巴打架 朱打一个正主磕头的爱 正因如此 居进玩吻戏的导演都不喊咖 任由两人发挥 毕竟拍戏的时候 他俩正经的时刻可不多 罗云熙 你家加油吧 我们是真的喜欢这个嫂子 而对于拍完吻戏后的感受 白鹿的回答很不官方 他说的是跟罗老师拍吻戏很开心 还把剧中各种名场面的吻戏 回忆一个遍 许多虎狼之词闪现 记者还问到 有没有一瞬间对罗云熙动过心 白鹿的回答好危险发言啊 他没有一点点犹豫 用义正言词的语气直接说 拍每一场戏都在对罗老师动心 动心都是应该的 白鹿啊 你在这样子采访的话 可真不怪大家要造谣了 女明星的包袱是要剪一下了 两个人这种状态真的很难不怀疑 就是真的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拍半堂的时候 白鹿喜欢罗云熙 但是当时罗云熙对白鹿没感觉 这次拍长约静明 罗云熙对白鹿有感觉了 但两人已经错过了 再一次采访中 罗云熙在白鹿的旁边说 面对喜欢的人一定要鼓足勇气 不然的话一定会后悔 他在他的身边唱起了爱人错过 白鹿在采访中坦言 2020年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我崇拜你 也感谢你我的搭档 罗云熙罗老师 那如果没有你这么帅的元帅 也不会有我这个将军 白鹿直言 那个族有元帅好开心 感觉就像去见自己的男朋友一样 白鹿说 自己在经历了一些 无法跨过的坎的时候 是你在我身边 因为我那段时间 其实有经历了一些事 我觉得蜜糖是整个治愈我的一个良药 2022年第一天 罗老师发了一个视频 你永远都在夸我 我们两个已经超越了亲密距离 永远都在保护我 照顾我 你是我在无尽有意下无望的爱人 随后有妙山 罗云熙与白鹿之间 到底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时隔三年 白鹿与张灵鹤的恋情也在网上曝光了 也有了很多网友表示 这次看长月静明 越找前锋时 觉得他们好像就是错过了 白鹿那会喜欢罗 但是罗那会看着就不像喜欢的样子 和现在差别挺大 但是现在看着就像罗更喜欢白 白鹿走到现在也是不容易的 近期对于他的恶评太多 白鹿 本名白孟严 1994年出生于江苏省长州市的一个工薪家庭 13-14岁时的白鹿喜欢追韩剧 并产生了去韩国做练习生的梦想 2012年 白鹿参加了SM公司练习生选秀 却遗憾落选 之后 在学校期间 他开始在淘宝网店做模特 后来拍摄了 猫的树 工作室出演的微电影 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 再后来 偶然金玉下遇到了余政导演 并正式签约 走上了演员之路 从飞科班出身到欢愉意姐 暴剧女主 白鹿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这背后 也离不开这位开朗姑娘的坚持付出 拼命 有野心 是白鹿身上的标签 宋祖儿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白鹿是一个演戏很拼命的人 他非常认真 而白鹿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说道 我承认我是一个在演戏方面很有野心的人 为了自己的野心 这位拼命的姑娘几乎全年住在了恒店 此外 白鹿也是个很懂得感恩的人 于正老师就是我的伯乐 我还要再跟着他拍50年戏 戏数白鹿的影视作品 会发现他是一位高产量又高质量的好口碑演员 出道仅6年 作品就已经高达十余部 解类型多元 戏路宽泛 有古装剧周生如故 热血励志剧烈火军校 青春偶像剧办事秘堂办事商 清喜剧酒流霸主 仙侠剧招摇 都市生活剧警察荣誉等等 作品产出多的同时 白鹿的演技也饱受好评 他是飞科班出身 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也曾自嘲自己是野鹿子 但这股野鹿子却给很多观众带来了惊喜 出圈角色是一个接着一个 小张霸气的女魔头陆昭遥 挥至蓝心的时宜 英姿萨爽的战士谢香 性格洒脱的一代女节龙奥一等等 每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都足以见白鹿的台下十年功 而周生如故的出现 让观众看到了白鹿的 台上一分钟 将他的事业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周生如故的导演 也曾给予了他很高评价 说剧中的三十多场哭戏 每一场白鹿都处理得特别不一样 而观众在追剧时也读懂了 导演所说的话中之意 周生如故播出后 白鹿也开始参加更多综艺 让观众看到了他演员之外的自己 在奔跑吧中 他毫无偶像包袱的张嘴笑 给网友们贡献了满极快乐能量 外表上看是个高冷美人 但其实是个搞笑女 这是爱讨喜的性格 让不少人包括小编直呼 就喜欢这种长得好看还有病的女人 他在演戏时是仙女下凡白梦言 在生活中是牛奶皮肤白梦言 在综艺节目是爵士美女白梦言 性格大大咧咧的 好相处 之前看到他的花絮大笑的表情 还以为是啥恶搞夸张的表情 后面看了他的综艺还有电视剧花絮 才知道他平时就是那样小 真实不做作 让白露收获更多人的喜爱 曾经有人问到过白露对学历的看法 白露坦然说到自己毕业于 长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是中专毕业 他承认学历是挺重要的 但同时也表明个人能力也很重要 不可否认白露是妥妥的 妈生脸长得漂亮 但他取得的成功 离不开他一步步的努力 熟悉白露的人知道 白露要不好 从上学时 见真模特自己赚是生活费 在冬天拍摄时动伤脊椎 到现在几乎全年无休的在横店拍戏 白露一直努力走在他想走的路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